记者蔡章盛新竹报道,竹科谢姓工程师与妻子陈女感情不母经常吵架,因儿分居。 夫妻因儿子生病一同去台大医院,爷爷及外婆也跟住陪同孙子看诊。 在喉诊区时夫妻又因财产分配等问题,大吵一架,谢南先是指住妻子大骂道领账户,道领账户。 公公谢南在旁也回忆,你不要理他那个疯子贬损辱骂陈女。 陈女或大怒控丈夫及公公,且坚持不和解。 法官认为,谢南在台大医院公人骂妻子陈女道领账户,足以损名誉,触犯诽谤罪。 而公公只称媳妇疯子,依照社会通念,也有贬义他人人格及社会评价之意,触犯公然侮辱罪。 法官认为,谢南与陈女士夫妻,纵然因感情生辩,或衍生财产纠纷,仍应秉持理性沟通,或寻法律途径主张自己权利,却贸然指摘足以贬义妻子名誉。 公公在唱见子习两人争论不休,虽以好言相劝,其后却又失言侮辱习妇,致习妇名誉受损,违念其被告两人均坦任犯行,且无前科,经此司法程序应当所警惕,因此依诽谤罪及公然侮辱罪各判罚金一千元。